写VBA 写法 你会发现大部分都一样 if 只是把input改成input box 另外有一点 其实VBA不用转型 不需要像外面再包一个INT 然后 这个逻辑蛮像的 然后else if 其实就是多一个se 所以这个很容易搞错 就是说写的方式 另外其他的话就是把冒号 改成in 其他 尾巴还要加一个endif 其他就是输出本来是print 把它改成magic box 然后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请输入年年15岁 enter 它会出现未成年 只是说输出输入的部分改成其他的 比如说30岁 那应该是青年 应该OK 所以从这个程式里面 你们也可以顺便 假如你想要一鱼两吃的话 可以顺便学一下VBA吧 其实你会看大部分都一样 然后呢 将来如果你换的环境改一下 python可以run的 那VBA一样可以run 东西没什么差别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今天大概基本上我们就先讲到那个第二个单元 所以每据有时间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先预习一下 第三个单元 或者是第四个单元看看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我今天会把影片 如果你有留意没有信箱的话 那我会记 今天的影片到各位的信箱 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其实那个YouTube的下方也都一样可以问问题 那你如果随时 那到底我哪个地方有问题 那我会看到我就回答你 因为太复杂了 因为上课的来讲 OK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